明星期正式達入農曆新年 下星期正式達入農曆新年 相信大家已經準備好鬥禮士或封禮士了 星島申訴王旗下區區有申訴 在今個月進行了一項關於 離市公價的網上問卷調查 結果反應熱烈,接近8,000人參與 今年大家會派多少禮士呢? 調查發現,近六成的受訪者 只是派20元離市給保安 近兩成會派50元 至於同事,近62%的人會派20元離市 當中,有7.5%的人會選擇不派 無事未來一年大家會面倒的尷尬場面 問卷中問到市民對2024年有什麼期望 統計顯示男女有別 最多男士發幻財夢,希望在農年種綠合彩 留言說,不貪心,種800萬就夠 而女士就希望減肥成功 甚至想和老公沉回初戀的感覺 統計人問到,今年年尾有沒有獲公司 派發商糧或花紅 近65%受訪市民表示沒有 17.4%市民獲發一個月商糧 而封給子女和親友的離市 明顯是親疏有別 封給子女的離市 有兩成七人會封500元 有超過一成會封1000元 親戚方面,四成人打算只是派50元的離市 大家對離市又有什麼期望呢? 預祝大家心想事成,龍年大旺 你新數,我跟進 找9199,9933,星島新數王,隨時後命